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本期视频,希望朋友们演示一下 钟柄冲上的CTO空头如何提币 并且向朋友们介绍一下 在提币过程中应当注意的问题 下面我们打开CTO的官方推特 先看一下这个贴旨 开始提币的时间是2024年9月27日 下午5点钟,UTC加8时间 也就是我们中国区的时间 在演示提币之前 首先看一下这个贴旨 CTO代币的分配时间表我们看一下 首先发放是16.67% 预计时间是10月1日 其实从9月27日就可以提币了 然后2024年12月份可以领取33.33% 然后是在2025年的3月份领取剩余的50% 这三个时间请朋友们留意一下 CTO是分三次发放 接下来打开手机屏幕 我首先在手机上向朋友们演示一下如何提币 首先打开CTO在绑定提币例子时的钱包 我再一个账号绑定的是BitGuy的钱包 打开BitGuy的钱包 我使用的是再一个账号 首先向朋友们说明一下 提币要有一定数量的盖世费 也就是要有少量的Core代币 首先打开Core的网络 看一下Core在一个代币有没有余额 我这里显示是0.1个 可以支付该市费 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要在Core这个网络下操作 再一个注意的地方就是 要添加CTO代币 只有添加了这个代币以后 才会显示提币以后到账的数量 如果没有这个代币 可以点击这里的加号 在这里输入合约地址 CTO代币的合约地址 在这里粘贴下 我这里已经添加了这个代币 如果没有添加 这里显示的是加号 接下来按照提示操作就可以 有了Core的余额 作为盖世费 添加了CTO代币以后 Core这里如果没有余额 可以从其他的钱包或交易所 转入少量的Core 作为盖世费 Core这里有了预言 添加了CTO代币以后 点击屏幕底部的发现 在地址栏 在这个地方输入提币的链接 这个是领取空头的链接 复制一下 然后在这里粘贴一下 提币的链接地址 打开这个地址 点击继续进入 这里要稍等一下 好的 等到这个地方出现连接钱包的时候 点击这里 可以放大一下这里 点击连接钱包 要确定是Core的网络 点击确定 点击连接 点击连接钱包以后 我们看一下这里 点击领取 放大一下这个地方 我的这一个账号 可以领取1617个CTO代币 点击领取 然后点击签名 勾选不是机器人验证 点击下一步 点击检查 好 验证成功 然后再次点击获取CTO 看一下盖世费很少 0.000后面三个零 63到0.00512 转入少量的Core 作为盖世费即可 在这里点击确认 这里显示可转账余额不足 我们不需要理会 按照刚才的操作 应当是已经提币成功了 回到钱包里面看一下 返回 再次返回 点击钱包 我们看一下 刚才尽管提示了错误 但是在这里 我们已经看到了 刚才提币的数点 这是在手机端 通过Betget钱包 手动提币的过程 接下来我在电脑端 通过小狐狸钱包 向朋友们演示一下 CTO的提币过程 在电脑端 首先要打开提币地址 也就是这个提币链接 然后在这里打开链接 等待片刻以后 这里出现了连接钱包的提示 点击连接钱包 然后找到小狐狸钱包 已经连接 然后点击这里领取 上面有可以领取的数量 点击领取 签名请求这里 点击确认 不是机器人验证 点击这里 点击检查 再次点击获取CTO 这里的确认不能点击 这是由于我这个账号里面 没有足够的号 这位盖世费 打开钱包看一下 点击代币 代币数量是0 接下来我通过交易所 向这里面转入0.1个代币 这个过程我就不再演示了 刚才我从交易所转了0.1个靠 到了这个账号 然后我们重新再开始提币 刷新一下这个提币的界面 点击连接钱包 这里显示 已经提币成功 当有了盖世费以后 这里就自动操作完成了 不需要再重新操作了 打开小狐狸钱包 目前靠网络下 在一个钱包里面 还没有添加CTO代币 添加了CTO代币以后 才可以显示数量 复制一下CTO合约地址 然后点击添加代币 一定要在靠网络下 添加代币 粘贴一下合约地址 点击下一步 点击导入 以成功导入 然后我们看一下后面数量是 1488.76673CTO 已经提币成功 所以朋友们在具体的提币操作之前 要保证这里面有足够数量的 号作为盖世费 然后添加上CTO代币 按照我刚才的演示操作就可以了 我会把用到的这些链接 放在视频下方的说明去 CTO代币目前可以在 去中心化的交易所 OG上进行交易 也就是我们在中本冲里面 空投OG的那一个交易所 关于如何在去中心化的交易所交易 在后面的视频中 我再向朋友们演示 目前CTO的价格相当低 建议朋友们暂时持有CTO代币 等待后面上涨的机会 关于在具体的操作中 朋友们所碰到的问题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谢谢你的观看 再见 感谢观看